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然后我叫周凯 是来自阿里巴巴 然后大家可以叫我Kevin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首先非常感谢JC Conf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给我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技术 然后 稍等 也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认识大家 并且和大家做一些技术交流 那同时的晚上能够有机会 能够体会一下这种台北的风土人情 那这是我今天要演讲的一个topic 关于是阿里客服平台的一个演进之路 主要是去介绍关于阿里客服服平台 业务 产品和技术的一些演进 那 在开始这个topic之前 我首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本人的工作背景比较简单 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 一共有近七年的外企工作经验 和两年的阿里工作经验 刚毕业那会儿是加入了 是IBM做的第一个是JDK的一个开源项目 到一个topic到最后一个sonside的过程 那其实呢大家刚刚也听到 健新同学讲过那个包括安卓 其实安卓最初的代码 就是在这个阿帕奇的 Harmony这个代码之上去构建出来的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 我有在跟很多IBM remote团队 一起去搭建IBM自己JDK上的一些功能 包括发布JDK6JDK7和JDK8的版本等等 那特别我要提到的是在JDK7版本之上 我们有去把Multi-Talency 多租户 以及Resource Conception Management 就是JS284这两个大的Future 构建在JDK7之上 那一个作用呢 其实就是想在Cloud的环境中 结合IBM的Liberty清容器 去做高密度的部署 同时能够验证多个容器的实体之中 如何去更加隔离的或者是混合 去使用底下的一些系统资源 那2015年的时候 我离开了IBM加入的大阿里 然后开始我自己在电子商务这个领域 去从事客户服务业务产品的开发 那从最初的一个夹瓦底层的一个开发者 到一个业务平台的开发者 其实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 那去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个兴趣和偏执所致 那之前在做JDK的时候 包括是从内裤或者是虚拟机 甚至是做很多性能优化 还有ServiceB2相关一些功能的时候 真正的一些使用者是 IBM和开文社区上的一些产品 又或者是一些技术开发者 因此相对而言 离最真正的一些终端客户 其实离得蛮远的 那阿里呢它是拥有一个天然的 电子市场的一个市场 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客户群体 因此在阿里对我而言 更像是做有生命的一个产品 而不光是做一些项目的连带 那我在这里也做的是客户服务领域 相关的一些产品 所以解决是客户相关的一些问题 以及提升他们的体验 好 这是今天我要演讲的这个topic 一些日程 首先分三part 我会第一part 我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阿里客户服务平台的一些发展史 和近期的业务变化 之后我会谈一谈我们对于 微服务的认识和理解 以及如何去应用微服务 它的理念来改造和我们的系统 以及和改造我们的工作方式 最后我会谈一谈大数据 基地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等 DT和AI的一些技术 我们如何去实践它 来再塑我们的一个智能客服体系 那这是我们客服平台产品的 一个简要发展史 它起始于2009年 从最初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在线工作台的一个实现 和一个简易版的机器人 那在线工作台 它连接的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客服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去进行沟通 而机器人呢 会根据文本的一些匹配 去做出一些识别之后 做出一些对应的建议和一些答案 那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平台之后 我们去探索和开拓 一种新的一个客服群体 他们叫做云客服 他们其实是一些新的客服身份 大多是来自于在校的大学生 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残疾人士 他们通过挖掘和使用 他们的一些闲商时间 让他们能够去承载一些 非常简单的一些客服任务 那第一方面 对于大学生而言 可以让他们去赚一些零花钱 或者是做一些这种 internship 另外一块的话 是给社会上的一些这种残疾者 能够提供新的一些旧的机会 在201312年的时候 我们开发了自己的一个工单系统 并且有机的将它 集成在了我们的客服服务体系之中 在此之后呢 所有的客服诉求 都可以用工单去进行跟踪 不同的业务和不同的场景 可以定制自己的工单字段 和流转流程 那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发布了自己 第一个客服知识库 KBS 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 应该都有了解过 我像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里面 有个叫ontology的概念 知识本体的概念 那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客服知识 是用一个树状结构去承接 而它的根节点 是一些业务和问题的分类 中间节点 是在这个问题之下的 一些场景和止场景 而叶子节点 是最终根据这个止场景 得到的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 或者解决渠道 相对于然这个东西 可能更偏向于业务专家 沉淀的一些规则和知识 那在2014年开始 我们大力去发展和引进 像大数据计算 还有继续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各个方面的一些技术 并且将其应用在 我们的客户服务的 这个过程之中 无论是在会员端 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台之上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推出了自己的 第一个消费者端的 一个智能服务品牌 叫阿里小蜜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淘宝上的 我的淘宝去使用这项服务 无论是做导购 还是询问天气 或者是为你的手机充值 还有就是购物等等 一些客服的问题 它都能帮你承载 然后通过语音转文本的技术 IDST 我们能够实现在热线端 去做服务质检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商家端的一个 对应的一个智能产品 叫阿里万象也应用而生 从此成千上万的阿里商家 能够在PC商家服务中心 或者是千牛公共台去访问 和享用这样的服务 这是一个简单的发展史介绍 那除了平台产品的发展之外 其实我们的业务 也发生了许许多的变化 第一点是关于客服的角色 在传统的客户服务的过程中 大家都能理解 其实客服是整个电商平台 的一个兜底者 那无论是前端有任何的业务 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的客服都是通过 比较经验人漏的方式 去承接和承载 那经过业务不断的丰富 我们业务能力的不断的提升 和经验的提升 和产品的不断的沉淀 我们的客服人员 逐渐的演变成了一个 客户服务体验的变革者 其实说的很简单 我们最清楚服务的流程是什么 怎么去解决客户的问题 然后业务的问题是在哪里 如何去提升它的客服的体验 以及如何去持续的贡选 不断去塑造和改造 我们这个电子商务的服务体系 那除了那个客服的身份 发生变化之外 其实业务量也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最开始09年的时候 我们只承接了一家BO 叫business unit 是叫淘宝BO 那近些年来 我们不断揭入很多阿里其他的BO 包括天猫 1688AE 阿里云 垂直电商 甚至包括今天我们接入菜鸟 其实这个接入量的增加 无疑是可以考虑 咨询量是与日俱增 成一个迅猛增长的一个趋势 此外呢 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发展 我们的机器人技术 和我们的客服群体 那阿里的客服 从最初的一个自营客服群体 变成了有外包 有社会化的一些客服 以及他们的一个作息量 峰值的一个作息量 是与日俱增 几乎一天下来 至少在在线这一端 就是IM这一块的客服服的一个体量 大致至少有几十万的一个客服体量 因此这样的业务量 对于后端 其实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在服务模式上 我们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 在最开始的时候 传统的服务模式是 拨打热线400 对不对 或者是通过在线聊天的方式 或者是通过邮件 离线网页的方式 去提交客户的诉求 那一旦客户拿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会手工落入工单 然后去依次进行处理 除此之外 客服资源的一个管理 也是纯人漏 纯经验 因此会造成大部分 客服资源的一个浪费 就是特别很有可能是 业务是会排排班的时候 会排非常多的一个客服去 承接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 这样会造成极大浪费 以及没办法去不断地去 发掘客服群体的一些能力 从而就是让一些优质的客服 无法从中脱颖而出 那到现在而言的话 服务模式变得更加场景化 更加智能化 从最开始 比如类似你在淘宝上 或者在天猫上 买了一个东西之后 当你要退货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根据你问题的描述 用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式 去学习和识别 你是属于哪一类业务问题 用数据分析的方式 去分析你客户的一个模型 去看你在这一类问题上的 一个紧急程度 结合这两个角度之后 我们会判断 选择智能客服 或者是不同的人工客服 去承接你客服诉求 然后服务过程 也变得更加实时可跟踪 客户在服务之后 可以对最通服务进行一些评价 或者给予一些反馈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为是变得更加通路了 另外一块呢 我们将我们的客服群体 也做了分层 由一线的一些客服 去承接大量的客服咨询 当他们无法满足我们需求的时候 他们可以将这个诉求 升级到二线 或者业务专家 由他们去承接 除此之外 通过刚刚说的KBS 以及标准化的问题定位 和标准化的问题解决流程 也就是我们承建一个产品 叫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 一个产品 用它能够去标准化和流程化 我们的客服服务的过程 让我们的客户最终得到的是 万人如一的一个服务体验 无论哪个客服去服务它 都是一样的一个高体验 除此之外 我们通过机械学习的方式 去不断学习 我们一些新的服务的语料数据 从中去识别一些 特别弱点的问题 特别是在发生一些 ESU事件的时候 我们能够很快的 通过渔行等等方式 去识别出这个问题之后 同时通过一键发布 就能够给所有的客服 甚至在会员端直接告诉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 在客服资源的管理之上 也变得更加智能 传统的方式比较冷了 我刚刚说过了 那变成这种方式之后 首先我们会根据一个 预测模型去预测当天 可能出现的一些咨询量 然后去排对应的一些客服资源 除此之外 我们也通过实时监督 还有绩效跟中去全方位 去勾勒出一个客户服务 能源的一个图谱 包括它在各个方面 包括服务的解决能力 服务的效能等方面的指标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更加针对性的 用持续的培训辅助等等手段 去帮助这个客服去解决问题 和提高它的能力 甚至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给它去推荐一些其他业务领域 它们又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去拓展它的服务职能 那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首先第一个是 服务的咨询量的规模 是层次数增长 另外服务的揭露和渠道 变得更加多元化 然后服务的内容 从最开始的一个简单服务 变得更加场景化更加复杂化 最后不断提升的客服的一个要求 使得对我们的平台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在压力之下一定蕴藏着新的机遇 那接下来我会谈一谈我们在 微服务这个领域的一些理解 以及如何去应用微服务 用它来连接我们的消费者 商家以及客户 通过DT和大数据 和智能力的手段去构建 我们的一个服务的大脑中枢 然后从而去deliver 世界上最好最智能的服务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远景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老的客服服务系统的一个 一个乐理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混乱的系统 它们之间这种内部的一些依赖 反依赖等等关系 而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系统之下呢 带来的噩梦是接踵而止 第一点是说 项目变得经常延期 无法赶上业务的一些需求 新的业务来了之后 开发们不能去很快的去扩展 需要去不断的重复去造一些新的轮子 然后开发体验 技术的体验非常差 包括代码非常难维护 因为有很多代码 也包括新人来了之后不敢下手 不知道怎么改 整个的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是非常差的 经常会发生一些线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向上一些故障 因此这个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系统之下 它像犹如一个黑洞一般 不断的稀释着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业务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会直接去影响线上客户服务的一个 一个可用性 造成最终用户的一个体验下降 那微服务在2015年 其实很早就提出来这个概念 在2015年在大陆变得非常非常热点 然后对应有很多的一些技术文章 去介绍到底是什么是微服务 同时微服务能带来什么架子 也还有很多对那些成功的一些案例 那其实这里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 可以用来描述微服务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最左边的一些蓝色字体 其实类似的一句话也可以用来去修持其他的非常高大上的一些词汇 无论是Cloud DevOps或者是Big Data 那微服务的定义其实是很含糊的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到底微服务它作为一个架构 它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在1967年的时候 马文康威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通用的一个叫康威定律 或者康威的一个法则 概括而言大家理解大家可以会后再去看这个文章 介绍的一个内容就是设计系统的这个组织 组织之内如何进行沟通的这个结构会最终决定 你设计出来的这个实现出来这个产品它的一个系统架构变成什么样 简单说就是设计系统设计和实现系统的内部组织会最终决定系统架构 在进一步介绍微服务之前还有一些知识希望跟大家再同步一下 第一个是相信这本书大家都看过《人月神话》 这本书中它采集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说 增加能力无法去解决项目延期的问题 道理非常简单 当你增加能力的时候你就会给这个团队 给这个项目带来额外的一些能力沟通成本 掌握成本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 给这个项目带来风险 让一个延期项目变得更延期 而左下角大家可以看到有个叫Robin Dunbar的一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生物学家 在大猩猩的一个族群的研究过程中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定律 他把它叫成Dunbar Number 那其实它也可以印射到一个每个人的身上 一个人能维系的一个关系是有上限的 一般而言你最多能维护五个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 十五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而由于你自己人类脑容量的原因 所以你最多能维系的是一百五十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和朋友 因此同样的一个概念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团队之中 如何去构建一个高效有效的一个团队 其实一个团队一定会有它的规模 像很多包括敏捷和项目管理的书中都有去介绍 一个团队基本上是一个将近是七到八人的一个规模 而在微服务的大量的报道之中也有去介绍 像一个有效的团队它是一个Two American Pizzas Team 就是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如果两个美国的披萨都不够吃的团队 这个团队太大了一定不是一个敏捷的团队 那在ETTO这本书中也阐述了一个非常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说你处理的问题 无论是业务还是系统问题 都是很复杂的 有时候你要懂得去忽略部分复杂的细节 另外一块就是资源是有限的 你要懂得去放弃功能 放弃你要实现的一些功能 为什么呢 其实它其实考虑就是一个资源投入产出笔的一个概念 你应该将宝贵的资源投入到能够快速实现 能够带来更高价值的一些产品和功能之上 那在《亥克字典》这本书中 新字典中它阐述了一个概念叫异构同志 它其实跟之前的一个康威法则所描述的一个理论 其实是大商禁停的 是类似的一个概念 就是组织结构会决定最终的系统结构 那微服务它的定义的确会比较模糊 也有很多很多的定义 无论是长的还是短的详细的不详细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 到底微服务它具有哪些共性的特质 通过很多的系统大家应该都知道 微服务其实是在分布式一个架构环境之下 由多个服务组件去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 然后微服务提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叫去中心化 不光是去中心化的数据依赖 还要去中心化的服务管理 像传统的SOA大家都知道 它其实是我们可以理解为 微服务是SOA的一个子集 SOA里面会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组件叫ESB Enterprise Service Bus 它其实会去承接非常多的业务逻辑 到底一个一个请求的时候 我要去调用哪些服务组件 以及如何去做返回 这是这是SOA里面的一个内容 而微服务提倡的是把这个ESB 也能够decentralize掉 分布在各个服务组件个体之中 它强调的是服务个体 然后之外呢就是 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自动化的一个基础设施 和运文环境 你其实不能说你是在Conduct的一个Metal Service 你不能这么说 在设计和实现你的微服务组件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容错 然后去用业务的角度去塑造你的团队 而不是通过这种技术和职能的方式去划分你的团队 很多的企业会通过比如类似前端一个团队 服务端一个团队 产品一个团队等等这种方式去做 其实这里是应该如果你要去真的去引入微服的话 你需要组织为先去先述到一个微服务的团队线 那选择去做有生命的产品 而不是做仅仅做一些项目迭代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的理解 首先是MVP first 就是首先是快速的去构建你的产品 第一先构建你的产品 之后再通过不断快速的迭代去演进这个产品 那在微服务的时间过程之中 也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普遍问题 这也是我们同样在我们阿里客户平台上去使用微服务的时候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是说有了微服务之后 我们的客户端我们的前端如何去跟我们的后端服务进行沟通 这么多微服务之间如何去做通信 那有这么多微服务之后 我们去怎么去做服务的管理 包括注册发现调用 那在阿里的客户平台上 我们在前端上采用的是react的一个插件方案 我们将前端的一个故意的设计 拆分成多个app的一些组件 同时对应到后面的服务端的一些很多微服务的组件 他们会通过Rasport的接口HDP或者是方式去调用后端 然后他们会通过MasteryBus去共享一些这种事件和信息 而服务的注册发现方面 当一个微服务起来的时候 他会首先在服务注册中心去注册 包括提供我提供的服务是什么 以及我对应的我的IP是什么 那服务注册中心他其实是会去按照这个IP去监听对应的服务提供者 他是否可用做一些健康的心跳检查 当他不可用的时候他会将这个服务失效 那服务的发现和调用其实一般会有两种方式 大家可以看的一个是在客户端 一个是在服务端去做 在客户端做的方式是说 首先是通过服务的调用者他会去首先请求服务注册中心 获取他所需要的微服务的对应的可用的一些IP地址 一个可用的IP列表 之后他会从逻辑上去控制和选择 到底使用哪个IP提供的一些微服务 而在服务端实现的时候 多了一个组件叫ELB 叫Elastic Load Balance 其实就是一个负载均衡器 他会把之前我刚刚说 客户端承载的一部分逻辑 由他去负责 他会去控制微服务的load balance 以及微服务的一个失效从事等等机制 那微服务组件之间的一个通信 我们把它称为叫Interpressors Core IPC 这种方式一般也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通过Rasful 或者是HTP的方式前后端这种调用 还有种方式在服务端和服务端之间调用 是通过RPC这种协议 那这种实现方式都有同步和异步的一些实现方式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基于Message Broker 就是他这种方式会基本上会去基于一些分布式的一些相似组件 无论是RobinMQ 或者是Kafuka MaticQ Notify等等 然后去进行一些服务组件之间的一些通信 那中上所述去解决到这么多微服务的一些问题之后 将我们的一个客户服务的一个架构 逐渐的从1.0版本引进到现在的3.0版本 那在最初大家可以看到在09年时候我们架构其实是非常简单 只有一个单体的应用和一个单体的数据库 就能承载当时的客服务体求 但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 我们的前端我们的我们的应用承接了QPS 也就是每秒的一个承接量是与日俱增 甚至甚至是增长得非常恐怖 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单体应用进行拆分 拆分是多个前端和后端的服务的应用 另外一块因为DB 原来是只有单体DB DB的一个承载增长量也非常大的 同时它的DB的TPS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要对DB做大表的一个拆分 做分骨分表 那阿里的中间舰团队 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这种架构基础 比如为我们提供的是RPC的一个实现式 叫HSS 那开源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叫Double 然后分骨分表是提供的是TDL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分布式管存用的是TEL 然后之后呢就是分布式消息中间 是用那个Maticube和Notify 那当然我们在右下角 大家可以看到那块蓝色区域 其实是我们的技术保障部提供的 整个的自动化的基础设施和运维系统 帮助我们能够快速的去部署我们的应用 发布我们的应用 以及甚至当遇到问题时能够做快速回滚 相信之前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们这边在技术保障部之外呢 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 包括做合并部署啊等等一些事情 OK 那在有了微服务架构之后 在设计和实现每一个微服务的时候呢 你其实是应该保证你的服务是非常健壮的 那如何去做呢 其实在设计和实现的过程中 你要敢于去怀疑 抱着怀疑的态度 怀疑自己 怀疑别人 你在调用 作为你是调用者的时候 你要去怀疑你的二方和三方 你要做好业务的兜底 当这个服务不可用的时候 你的系统不能管 另外一块是说 在调用的过程中 你要去设置超时 遵守快速失败的原则 除此之外呢 你要适当地去保护你的下游 二方和三方 不要通过疯狂的调用 或者从事 造成你下游的系统的问题 那在你自己服务 作为服务提供者的时候 你往外提供服务的时候 你首先要定义非常清晰的 那个你的API 包括JavaDoc 然后这样能保证我们的调用者 能够不会去误解 或者误用我们的这个接口 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做好流量控制 flow control 就是对于不同调用者 你要去保证 即使当他们不断从事的时候 你通过流量的一个控制 保证你的系统不会垮 你的微服务不会到 在内部 你要去妥善的管理你的系统的 各项资源 包括CPU 内存 Disk 网络等等方面 那除此之外呢 你就一定不能作为一个 单点服务报的同学 你要去做 是多活的一个服务 同时 要实现快速发布 快速回滚 快速恢复的一个机制 那除了这个设计和实现过程中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能够保障 你能够有一个更加健壮的一个服务系统 就是我们理解为叫故障演练 那相似的很多的这种故障演练工具 有很多像AWS 就是亚马逊的 它有一个故障演练工具 叫Cas Monkey 然后像Uber 它有一个对应的工具 是叫U Destroy 然后阿里巴巴也有自己的一个 故障演练工具 叫Monkey King 它有点类似Cas Monkey 有这个工具之后 你可以去在你的这个应用部署架构中 去制造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场景和问题 去演练你的系统 发掘你系统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类似 我们可以去模拟 你部署的虚拟机之中 一些系统资源 包括CPU 网络 我刚刚说过的 出现了问题 被别的应用占满的情况 这种情况进行 也能去勾勒出一个新的场景 比如说你的接口 报错 超时 不可用的一些场景 甚至还可以去模拟 你的依赖的所依赖的中间件 它的一些超时场景 不可用的场景 最重要还能去模拟你的DB 包括连接尺满 然后DB挂的一些场景 这样的话 能保证你在360度的角度 全方位去演练你的系统 从中去发现 你系统中的一些强弱依赖 以及一些系统漏洞 这样的话 你会更加针对性的去 改造你的服务 让它变得更加健壮 那微服务绝对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 它有非常大的优点 首先第一个 它通过decentralization 去中心化 能够将一个单体应用 才分成多个微服务应用 这个过程是 的确是它最大的一个优点 那有了更多的服务单体 服务组建应用之后 各个服务团队 它能够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一些技术站 比如无论是你用哪种语言 Scalar或者是Java 或者是Go语言等等 去实现你微服务的一些组件 也能根据不同的业务的发展 去扩展和生长你的这块 微服务的一些功能 但是微服务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因为有了更多的微服务组件之后 你的系统整个架构就变得更加复杂 无论是在监控上 性能调优上 还是在集成测试等等方面 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特别是在微服务的过程中 特别还有这种分布分表的情形下 你去debug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会变得跟原来比起来 效率会慢慢下降 那除此之外呢 在有了微服务之后呢 就会带来服务组件之间 通信的一些损耗 会带来一个新的概念 叫latency 对吧 就是会有一个response time的一个增加 OK 这里介绍的是我们如何用微服务 去改造我们的架构 那其实刚刚介绍的一个概念 是叫康威法则 对不对 具有什么样的组织 这个组织会决定最后的一个微服务价格 因此 微服务它是个理念 你不断 不光是要用微服务去改造你的系统 你还要让它去reform你的团队 成为一个微服务团队 刚刚说的一点就是 首先 你应该按照业务领域去划分你的系统 然后划分你的团队 让你的团队和你的系统 能够遵循一个原则 SRP simple responsible principle 就是强服务个体 我的服务 我只负责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然后组建你的war room 站队 让它能够自制 然后提倡去鼓励团队内部人员之间 这种互相的一些协作和共建 不是简简单单去集成资源做一个事情 然后选择做有生命的产品 而不是完美的项目 最后呢 为你的敏捷和服务团队 选择一个更加敏捷的一些项目管理方法 或者一些框架 帮助你能够更好去打造你这个团队 那这里会有很多内容 我不会一一展开 我会着重说几点 第一点 根据康威法则 一切皆有成本 然后给一个延期项目去增加资源 一定会带来项目更加的延期 之外呢 就是记住刚刚说的那个邓巴数字 一个团队一定会有它的规模 对不对 因此在一个有规模的团队之中 如何去不断发展你的团队 其实无非就是继续去发展 你团队内部的一些资源的一些能力 包括不断去培养和扩展团队内部的一些技能 新的技能 和它的一些职能边界 那作为一个服务端的假傲开发者 你不光是要会去假傲开发 你要成为一个全站开发者 像Facebook很多团队 都是这种全站的开发者 同时你要懂得如何去运文你的系统 懂得什么是DevOps 之外呢 你还要不断去了解你的产品 了解你的业务 通过BI的手段 通过产品的管理手段 去全方位去了解你的产品的目标 需求是什么 最后呢 也是最重要一点 我想提的是 像之前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叫移动互联网时代 大家都提倡是叫Mobile First 对吧 无论什么产品 基本上都是在手持设备 会首先做一个新的App出来 那我想提的一点是说 智能互联网时代已经来临 因此大家应该更加去了解 像AI这一块 无论是大数据 还是机体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等等方面的一些理论基础 以及相应的一些开发的工具 去掌握这门技能 那这张图也比较有意思 其实就是 这张图描述的其实就是 你要去做有生命的产品 而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 做一些项目的迭代 首先第一点是说 在你发现你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功能 它不能快速实现 然后也不能带来 你所需要的价值的时候 你要懂得如何观停并转 另外一块是说 你要去鼓励你的团队 培养他们对于业务 的一些兴趣 让他们能够对于这个业务 有一个对应的ownership 然后我们的开发者 不光是一个code monkey 他们不是打杂工 要培养他们 作为一个社团的感觉 让他们能够是 在做一个有生命的产品 要只有当他们真正的 对于这个业务深入了解之后 他们才懂得如何通过技术 去驱动和变革这个业务 那这张图描述的是 我们阿里客户服务平台 一个简单的产品开发过程 那从最初的业务问题的 一个定义到业务需求文档 到产品的一个设计方案 到技术的实现和测试的 验收到最终上线之后的 一个业务运营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 很多类似的一些问题 在最初业务需求发生之后 到最后的产品实现的过程中 这个业务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 没有一个团队说是自己做的是 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需求 那有了这个问题之后 大家会如果是仅仅通过 一些文档的方式去维护 这些需求的变化 变更的话其实是不确实际的 甚至到最后大家都不依赖文档 口口相传 由业务直接找开发去做事情 让我们团队变得更加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就是最终 有可能我们开发出来的产品 跟业务真正想要的 根本就对不上 或者是有严重的遗漏 那BDD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敏捷开发的一个理念和工具 那它为我们的业务 业务需求 产品设计 技术实现 将它们捆绑在同一个维度去理解 我们的业务需求和业务价值 并且引入了像Future 然后Shenario和Story 类似的一些概念 以及最重要的是它能够 它是一个可执行的一个文档 你可以这么理解 它有类似 你可以通过Story之后 你去写一些这种场景测试 去验收你的业务需求 是不是真正在线上得到满足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 更加敏捷的方式 帮助所有的团队 能够再朝一个目标 去理解你的产品 做你的产品 因此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不但能够去做正确的产品 更能正确的去做产品 然后这张图描述的是 我们进行系统架构重构的一个 基本的商业产品的一个周期 在最初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商业机会 客户服务 然后我们的业务技术产品 快速的去响应 做了一个产品出来 然后随着业务不断的增加 到疯狂的增加 到慢慢泛滑 那整个系统 其实变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引路了微服务 来重构我们的系统 和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这是我们客户服务 最快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相继的很多报道 也会去介绍 到底什么时候去采用微服务 有很多的报道说是 其实有很多startup公司 是在最初的时候 就引入微服务的架构 有的真的做得很成功 也有做得非常痛苦 大家可以看一下 Uber的一个分享 他其实有分享到 就是在如果是说 能够提前告诉他 引入微服务之后 会带来一千多种问题之后 他会慎重地选择 这个选择 做出这个选择 那我的一个建议是 首先 当当业务来临的时候 机会来临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机会 业务优先 用最轻便的方式 去实现你的产品 然后随着业务的增长 你同步早一点 去介绍微服务 去改造你的这个系统架构 OK 以上讲的就是我们在 微服务这块的一些理解 和一些应用 如何带来我们整个架构的 从一到三的一个眼镜 之后我会谈一谈 在大数据 还有智能这个方向的一些实践 然后帮助我们如何 再属于一个智能的服务体系 那这张图描述的是 有两个概念 叫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还有Data Technology 就是IT到DT的一个概念 和一个关系 从左边大家可以看到 从最初的时候 传统的一个IT系统的开发 是由业务发现问题 然后定义需求 由技术产品快速的去响应 去将它电子化 信息化成IT系统 那IT系统呢 会去沉淀出一些日志和数据 那在这个过程中 业务是起了一个主要的驱动和作用 然后数据是服 那之后呢 随着业务不断的丰富 产品不断的增加 然后我们的数据 也变成了非常海洋的数据之后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引入了大数据计算平台 和机器学习平台 通过实时和离线的这种 大数据计算 或者是 机器学习的方式去挖掘 我们左上角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行为日志 业务数据和产品数据 从中去训练出一些知识 和一些规则 或者是训练出一些数据模型 然后反向服务化之后 包装到左侧 去影响我们现在的IT系统 或者是去分析和预警 我们的现在的业务 那在这个过程 其实理解为是叫数据业务化 那这个时候 数据成为了一个主要的 眼镜的推动力 而业务成为了被影响的一个方向 然后在这张图描述的是 我们如何去改造我们的服务 然后去定制像 AI和IA as a Service 那AI的意思就是人工智能 对吧 然后IA的意思是智能辅助 叫Intelligent Assistant 然后在最右边的时候 首先是我们有我们的知识库 然后他们是由一些服务的业务专家 沉淀的一些这种静态的一些知识 我刚说过像一些这种数据结构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会用机器学习 还有等等各种手段 去爬取和学习一些新的服务医疗 以及互联网上的数据 从中去识别一些动态的知识 将静态和动态知识拼接之后 成为一张knowledge graph 就是一个知识图谱之后 服务化往左边输出 在会员端 我们赋能给机器人客服 让他能够去执行 或者去conduct 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客服 然后在客服工作台上 我们将这个能力包装之后 作为一个智能辅助的组件 去辅助我们的客服去服务 这样能够实现人机合作的方式 去做客服务 那这是一个简单描述 关于阿里巴巴小密的一个 问答系统的一个人工智能 一个stack 在最初左下角 可以看到由一个客户提出问题之后 然后我们会首先进入一个 问答的处理模块 如果是语音 我们首先要做语音转文本 然后进行文本的预处理 包括分词 然后命名实体的一些识别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进行下一步是语意的解析 包括语意归一 然后语意的分析 以及上下文的一个考虑 最终到一个权重计算 最后得到这个语意之后 我们到我们知识图谱中去做语意的查询 那反向之后呢 我们会根据计算出的一些图谱去识别 对应那些语疗的一些数据 用它去做计算之后 关系计算 塑造最终的一个答案 并且返回到人工智能端 然后返回给客户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过程 然后因为了微服 因为微服 把我们带来了我们架构眼镜的第三步 然后因为智能化 将我们的架构带来了架构眼镜的第四步 叫智能化工作台 那在左侧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通过微服 我们的系统将前端和后端的应用拆分成 一个一个的服务个体 然后实现我们的微服 在右侧 我们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继续学习等等手段 去做服务的一些智能辅助 通过数据挖掘和大数据计算 然后去实现批量的数据判定 判定服务 然后包装之后 将它服务化 包装之后 AI和IA as a Service 提供给端上去进行使用 然后这张图描述的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在最左边大家可以看到 在手头端 在你使用阿里小蜜的时候 它会首先根据你的上下文的一个预料 去判断你是到底发生了哪一类业务问题 然后对应的去推送 下面的那些卡片 其实就是解决方案 那无论你是遇到账号被盗问题 或者是退货问题 还是地质问题 我们都会能够准确识别出来 能够去推送 那在右下角 我们通过数据挖掘了 还有数据分析各个手段 去识别这个客服 这个客户潜在的一些问题 甚至客户都没有发现 包括特别是在商家这一块 他被处罚了 然后我们能够通过模型的方式去识别 他在哪一个维度被处罚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能够去执行一些主动的服务 其实就是在客户发现之前 我们就能帮他去将这个问题解决掉 然后这张图描述的是 我们如何将智能克服的能力 然后集成在我们的工作台上 然后实现人机结合的服务模式 那左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在线IM的一个方式 我们会根据上下文的语境 去识别出对应的一个场景 在中间 在这个语言框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根据当时的一个语聊环境 去推荐对应的一些方案 或者说推荐你要问的问题 去进一步确认问题 又或者是直接提供一些话术 在右边的话 是我刚刚说的一个标准化和标准化的一个问题识别 和解决流程SOP 用它来武装我们的客服 能够实现万人如一的一个服务 对 OK 然后以上就是我要讲的整个一部分的一些内容 然后这是目前我的一个团队 在最初的时候 人数有将近五六人 现在已经发展壮大 变成越来越多的人 然后无论你是哪一类开发 哪一类技术 无论是iOS还是Java都可以 然后我想如果你真的对我们有兴趣 愿意加入我们的话 希望能够跟我们联系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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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